我們要請誰也有記錄請你這麼想呢 來幫助我們的阿發西 穿上秋田北部喜悅的酬衣 同時也宣告台灣黑豹 阿發西正式擔盟秋田北部喜悅 Rapina Nielsen Paganets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也很期待我們的台灣黑豹 阿發西在日本的比利 可以繼續發光發熱 成為比利的的highlight製造機 注視現場帶給我們巴西熱心的掌聲 現在我心情就真的很開心 就是可以加入修練這個球隊 對然後 我會加入這個球隊其實是因為他們教練 一開始就很貼心的就是來考我比賽 然後也跟我講他們球隊的情況 然後跟我說我在球隊要做什麼 然後還有要幫助他們什麼 對然後 我看完這個後 我就覺得這個教練很用心阿 修練這個球隊 對我就是很 很想要我去他們這個球隊 然後才會確立就是去修練這個球隊 所以剛剛也聽到分享嘛 其實陳田教練也特別來到了台灣 然後來看你打球的一個狀況 那在了解之後阿 你自己對於接下來要加入到 秋田北部十一月 有什麼樣子的期待呢 就是很期待就是希望 因為聽說修練在比例算是中間的修練 然後希望我去的時候可以幫助他們 達到冠軍賽 不然就是 讓球隊的名字變得 就是比以前就是更前面對 然後 而且 其實我在日本也打過很多就是 我之前在中華隊打過很多日本的球隊 所以我就知道 日本他們的強度其實算是蠻強的 就是 只是節奏其實也跟台灣 就是蠻強的 對 而且呢 我們剛剛一直在聊的就是 這個0號的背號 現在呢 是由你來穿上了 我相信呢 你也知道其實球隊 對你有蠻大的一個期待 那你自己呢 在接下來 要來挑戰日本的最高殿堂 有什麼樣子的目標 目標就是我剛剛說的一樣 就是希望可以 冠軍都 是每個球員都想要的就是 然後 這是我第一個目標 然後還有 就是 可以幫球的就是 打出就是那個 民視方 民視方向的 就是 往前對 就是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希望就是可以 就像台灣打球的方式一樣 然後 就是一樣 能秀給球迷就秀給球迷 然後 只要 可以百分之百 我覺得百分之百幫著球隊 對 因為剛剛聽 學會勇氣主持這邊分享 我今天 不斷勇富川0號的時候 是帶著球隊拿到了 第二名的成績 那你呢 反正 我去那邊 因為百分之百幫著球隊 所以 我覺得可以期待 然後我也希望就是 台灣的球員 就是可以來 經常來幫我們加油 對 嗯 那當然 要來加入到一個新的球隊 又是 日本這樣的 直籃的 一級球隊 有沒有特別期待 跟哪些隊友來進行合作 呃 隊友其實因為聽說 我們球隊就是換了很多人 然後 變得就是很多年輕人 然後希望 就是我們 在場上的默契啊 就是可以 很快 然後就是很好 然後就是比賽的時候 就可以影響每場比賽 這樣子 對 相信很多媒體朋友 還有很多的球迷朋友 也都很好奇 想聽聽看 那接下來有沒有再想要去挑戰 哪些日本球員呢 呃 其實我在 打中華隊的時候 我對過很多 日本蠻強的球員 例如 呃 復健勇術 然後聽說還有一個 就NBL回來的 杜片勇派 然後希望就是可以 對上他們 我蠻期待的 嗯 應該包括 呃 還有如果說 杜片勇派 他回來的話 都會在前夜噴射機 所以呢 如果未來對的話 這也是大家可以 一起來關注看看 我們的台灣黑豹 有沒有辦法 跟我們日本的這些 國手們好好的來較勁了 那最後呢 想要問看看巴西 這樣子我們成為了台灣 藍民的驕傲 要前進到 日本直藍的最高電塔 來打聽 那你自己呢 對於 要去日本打球 你們對於日本的球迷 有沒有一些想像 跟期待 呃 其實我就是希望 可以帶給他們 很好看的比賽 然後只要可以球 我就會可以球 就像我在台灣一樣 只要看到 就是有滿場的球迷 我覺得是會想要 就不會衝擊 我就會想要就是 把我熊子對手給他們 對 沒錯 我相信除了很多日本球迷 很期待你的表現之外 其實呢 在台灣也有很多 很支持你的球迷 也很期待 你去日本 挑戰最高的殿堂 有更好的表現 有沒有什麼話 要利用這個機會 也對所有支持你的球迷說的 呃 就是很謝謝他們 就是一直以來的支持我 然後希望就是 大家也可以去支持我 來日本還是來看我的比賽 不然就是 關注我們的比賽隊 謝謝